哈喽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,最近涛国的打野湘君,在舞排和训练赛当中,突然转型辅助。 新人打野已然上场,看样子是要做出大的变动了,湘君转辅助这件事,其实不是最近发生的。 在他们和狼队的比赛之前,湘君和清清就说过,自己最近一直在打辅助,因为训练赛怎么都赢不了。 虽然湘君练了辅助,但是胜者组第一轮,他还是以打野的身份首发,并没有换人。 但无论是湘君还是其他队友的发挥都比较一般,涛国打得死期沉沉,甚至可以说是毫无斗志。 而近期湘君练习辅助的频率越来越高,因为湘君是队伍的主指挥。 常规赛湘君换下场的时候,明显能感觉到涛国有点不会打的。 新人打野已然操作是没什么问题,但是节奏感不如湘君,而且他似乎只能打野和男龄打野方面还存在缺陷。 想着让湘君转型辅助而不是屁股,也是怕队伍的节奏乱了。 但这样的操作真的是迷惑行为,现在不是赛季出了,已经打到季后赛了。 这种时候换位置真的无法理解。 虽然不知道涛国俱乐部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,但对于这样的位置安排肯定是不看好的。 结合湘君前面发的那条动态,最后再过一次,或许他真的可能转到辅助为放手一搏。 小伙伴们认为湘君会转辅助吗?